大家好,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来讲一下这个俄罗斯的能源啊,以及中国的枯头 大家看到这个题目呀,不要觉得奇怪 其实这个话题啊,每次我在做俄乌节目的时候呀,都想夹到里头去讲 但是经常一讲的过程中呢,就把这个事情给忘了 所以今天呢,我就把这个事情啊,拿出来单独的跟大家来聊一聊 实际也很有意思 昨天呀,拜登去了乌克兰首都吉普 对这个乌克兰啊,进行了一个快速的访问 可以说是宣布了一种决心嘛 就是他们必须呢,要帮助乌克兰呢,把俄罗斯打扮 这个可以说是美国啊,代表了西方世界的一种态度 那么同时呢,中国外长王毅呢,也到达了莫斯科 他实际就是给习近平打前站的 我们在前期的节目里头就说过 习近平在今年春季啊,将去访问俄罗斯 那么王毅这两天到俄罗斯去呢 就是来敲定这个事的 现在有外媒传出来的 这个习近平访问俄罗斯呀 就是近期的事情 看来这个习近平呢 也是王八之声头铁了心了 就是在美俄之间呀 他选择跟俄罗斯接盟 这个呢,跟我前期做的那个节目啊 是相吻合的 就是在历史的关键节点呢 中国老走错路 那么这次呢,也毫无例外 特别现在的领导人呢 又是习近平 他本来就是个烂尾王嘛 干什么事情,什么事情不成 在这种历史的关键时刻 那么这次他还是如大家所愿呀 他选错了边,站错了队 他要跟俄罗斯去结盟 实际这种状况呢,是我希望出现的 就是借着这个事呀 中共呢,也不要在美俄之间呢 在这摇摆了 那么你就彻底跟俄罗斯结盟 那么刚好呢,来一个大对决 就是把这个事情啊 在这做一个了结 我觉得也挺好的 比那个先搞完俄罗斯 然后再拖几年再搞中共 我觉得比那个好 所以习近平这样选择呢 我也挺高兴的 那么今天我为什么讲这个话题呢 实际现在这个战争呀 是冲陷战 就是一旦你这两个国家 开始对抗以后呢 这个对抗是全面的 不光是军事方面的 实际在经济层面呢 也是在对抗 这就是现在战争的特点嘛 那么你想想 在过去的这么多年里头啊 俄罗斯跟中共 为什么敢跟西方世界抗衡呢 他们认为啊 他们除了这个强大的军事力量之外呀 他们手上呀 各有一张王牌 就是俄罗斯呢 手上有能源牌 欧洲的能源要依靠俄罗斯 特别是天然气这一块 在俄罗斯跟欧洲博弈的过程中啊 这多少年来 俄罗斯呢 都是拿了这个天然气啊 来要挟欧洲 甚至俄乌之间呢 也是在打天然气这个问题啊 经常乌克兰跟俄罗斯 到反对于说 我把你过境的天然气管道给你停了 然后你就卖不成天然气了 为此呢 俄罗斯呢 还专门修了一个北溪管道 就是绕过乌克兰的 所以啊 俄罗斯认为啊 欧洲人根本就离不开 他这个天然气 所以他在欧洲人面前很牛 那么中共呢 也是一样呀 他这么多年认为啊 他在中国呢 有最完全的这个生产链 所以呢 像美国这样的国家 他根本离不开中国 因为他认为呢 美国的制造业啊 已经基本上的被中国所承接完了 所以他觉得啊 是他卡着美国的命脉 这是中共的认识 甚至呢 中国很多老百姓呢 也是这样认识的 我曾经在国内的时候呀 有一个很出名的教授啊 给我们讲课 那个时候嘛 就是政府呀 经常请一些中共的吹鼓手嘛 来给各个单位呢 做一些讲座 那么我也去听过好几次 那么这里头啊 几乎所有的这些教授呀 都说 现在像美国 根本离不开中国 说个最简单的 他离开中国呀 他连裤头跟衬衫都穿不上 就是言下之计 中国不给他们造这些东西了呀 美国人马上就光着屁股了 连个裤头都没有 连件衬衣都没有 你想想 中国人以前是多么的自大 他当时从这个贸易额上面看呢 你好像觉得呢 就是这么回事 因为你在美国的商场 你也到处都能看到 这个东西呢 是中国制造的 你肯定也觉得呀 美国在这一块的制造业能力呀 确实已经非常低了 这就是两国的一个看法 那么从这个川普时期 中美两国开始打贸易战 然后美国的这个供应链呀 开始迁出中国 这个事情呢 实际就在发生逐渐的改变 那么到现在 这个改变呀 已经是挺严重了 从现在国内真实的情况啊 我们不能看官方报道 你现在在国内啊 你就是看国内那些帖子啊 很多企业主 还有些打工的人 发了那些东西 确实看见啊 这个东南沿海的 这个制造业企业呀 一片萧条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么多年啊 中国的这种 畸形房地产的带动下呀 实际中国制造业企业的 这个优势呀 就不存在了 以前的这个优势 就是你的这个 人员成本优势嘛 我今天在社区里头 发了一个帖子 里面就有中美啊 详细的这个成本对比 实际你比下来看啊 就是一个人员成本呢 中国比美国有优势 就是美国的用工成本 是中国的八倍 但是其他的呢 基本上都是 中国是美国的多少倍 你拿土地来说 这是个大头吧 他就是美国的好几倍 然后税收呢 也是多少倍 等等这样下来 现在这些企业啊 就是回到美国本土 实际他的生产成本呢 已经低过了中国 这就是为什么曹德旺啊 把他的服药玻璃呢 搬到美国来的原因 他算过这个账 而且他以前在公开场合 讲过很多次 但是现在呢 不让他说了 你这样一说呢 好像就是鼓励这些企业 外迁一样 那么这些企业跑哪去了呢 跑东南亚的是最多的 特别是轻工业产品这类的啊 基本上呢 都跑到越南一个印度去了 这两个国家是最多的 当然像印尼啊 这些国家呀 也有一些 但是得益最多的呢 是越南跟印度 为什么是这样呢 我们要看到这个本质呀 资本是逐利的 就是现在跑到越南的很多厂子呀 他实际老板还是中国的 他一看在中国搞不成了 他就带着他的资本呀 跑到越南去建厂去了 他这去了以后呢 不但把订单带过去了 而且他要把工人带过去 所以现在在这个中国的西南边境呀 才搞了万里铁丝网 就是害怕这些工人啊 翻墙跑到越南跟缅甸去打工嘛 实际他这个还是盗不住 很多人呢 还是跑过去了 那么这种趋势 他已经是盗不住了 这三年的疫情呢 中国又自费武功 很多人呢 在这个封控期间啊 感觉不出来有多少企业跑掉了 都想着呀 这个疫情结束以后呀 中国的这些企业呀 就轰轰火火的开始干了 结果一复工复产呢 很多企业就压根不开工了 而且就是留在本地的企业呢 也缩减了这个经营规模 我们从这个劳务市场就能看出来嘛 现在好多地方呢 一小时的工资呢 就是15 16块钱人民币 还有的是一个厂子弹 只招100个工人 结果来了一两千 那么为什么会是这样的 因为这些企业呀都走了 所以这个过程啊 等我们感觉到的时候 实际已经是势不可当 那么现在你回头再看 你说中国人不生惨了 美国人连裤头都穿不上了 你想想这句话是多么的荒唐 能讲出这种理论的人啊 是多么的愚昧 那么同样 俄罗斯也是一样的 他以前呢 你这个气啊 你老是断断续续的 这个欧洲人呢 觉得跟你俄罗斯呀 彻底一下断肯的 这个损失太大 经不起这样的折腾 所以每次被你邀钱呢 也都忍啊 但是这次 由于你入侵了乌克兰 这个欧洲跟俄罗斯 彻底决裂了 这次是绝对的 不用俄罗斯的气了 结果是啥呢 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呢 这个天然气啊 有些涨价 然后到了冬季呢 欧洲人不太没有动作 而且气的价格呢 也跟以前几乎是差不多的 所以俄罗斯讲的呀 我不跟你欧洲人供气啊 就把你欧洲人的冻死 这个话呢也是非常荒唐的 现在这个俄乌的决战呢 很快呢就会开始 那么从现在形成的这个战队来看啊 那肯定是美国跟西方国家是一派嘛 然后俄罗斯跟中国呢 在带着那几个国家是一派嘛 这个武力的对决呢 可能很快就会发生 但是这里头呢 经过这一年呢 已经把在战争之外的那些因素 让我说已经全部排除了 就是他们曾经想的俄罗斯可以用气控制欧洲 中国可以用制造业呢 来钳制美国 他们父子俩的想法 现在全都破产了 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 所以当俄罗斯跟中共的这两架牌作废了以后 那么美国跟欧洲呢 也能放开手脚呢 跟你进行对决 那么我想在战场上 俄罗斯跟中共呢 是根本进不去打的 更不要说像他们讲的打一场长期的战争了 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俄罗斯那个经济啊 现在可以说就是到了那个崩溃的边缘了 中共呢也比那好不到哪去 所以他们所说的那种长期的战争 那是不可能的 那么短期呢 只有俄罗斯跟中共讲的就是核弹 那么我想啊 这个美国敢下这个决心 实际他们把这个核弹的风险啊 可能是做了无数次的评估 我认为核弹呢 并没有他们讲的那么危险 我们别的不说啊 就说这次土耳其地震 人们说这次地震规模呢 相当于放了多少个核弹 实际结果是什么呢 也没有把土耳其震完嘛 我看这几天又逐渐恢复次序了嘛 就是那个核弹的作用啊 实际被远远夸大了 而且那个是个五六十年前的技术 我认为在现在啊 完全有控制核弹的办法 就是它可能会造成一个比较严重的打击 但是这个威力呢 远远没有他们讲的那么大 所以我觉得 如果俄罗斯跟中共结盟以后 他们打不起长期的消耗战 那么在这种短期的战争中 他们很快就会走向失败了 因为武器装备啊 那是错了好几个层级啊 可以说一旦美国跟欧洲发起攻击以后啊 就是一个降维打击 好吧 这期节目呢 就跟大家呢 这样来聊一下 就给大家讲一下啊 就是俄罗斯跟中共呀 曾经以为的 他们战争之外的手段呢 现在全都泡汤了 对别人根本没有影响力 反而是呢 把自己国家的发展呢 给限制住了 可以说加速了他们自己经济的崩溃 也可以说是加速了他们 同志集团的灭亡吧 好吧 这期节目呢就到这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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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